盘点2022年十首大火的好评热歌 比起那些口水歌 这些绝对称得上是神作了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发行于18年却在今年大火 福禄州乐队的演唱《低沉无助》 又让人从这种意境中找到一股力量 变得坚强 给了无数人危急 带我去找夜生活是告五人发行于两年前 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现状的不满 所激发出的奋力向上不甘落后之精神 同时也向我们传达了一种 面对生活情感和人生的乐观态度 我记得 声录于赵磊属前接少年中 歌词里没有一句提及母亲 却表达了对他所有的思念 没有特别起伏的旋律 却让听众产生了极大共鸣 成响的人间烟火 是一首听的泪流漫面 却不知悲从何起的歌曲 会让你带入经历 就像在听自己的故事 或悲或喜 或事事值得 或事事遗憾 或压抑不住心中的不甘与过往 人间一场烟火 你曾生开阔 可几人在心窝 从此孤独过 我生为你不变 世人都善变 路过人间 爱都有极限 天可恋结 心碎在所难免 以为通过几回 多了些修炼 路过人间 敲动的风味 说来惭愧 人只要有机会 就有了谁 《五家坡》2021 是京剧与流行的集合 一间推出 就颇受年轻人喜爱 也希望不要昙花已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 这绝对是中国音乐界 里程碑式的作品 17年发布 二二年大火 盛哲的在你的身边 有人说唱的是爱情 但并不是 歌曲一开始 就表达了对生活的回忆 献给的是那个 逐渐远去的人 爱情大概也只是点睛之笔 我以为忘了想念 而面对夕阳 希望你回到今天 我记得碰你的脸 在双手指间 安静的看你的眼 刘锦锐 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雇佣者》 一部需要过多奖了 绝对是今年第一热门 本期搜集的歌曲 均在短视频播放破译 很多人也会问 周董的新专辑 为什么没再列 因为她的歌 不需要评价 视频最后 记得点赞关注 有意见打在评论区 我是音小六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